在昨天感覺是個悶熱的天氣 午後震雨仍然是偏少 今天出門去 你看看戶外 現在陽光一出來之後 你的防曬工作 從八點以後開始就要準備囉 尤其暑假出門去的時候 在戶外活動的朋友們 或小朋友們 特別要注意 這皮膚十分鐘可就會曬傷 到了十一點的時候 溫度形態來說 都已經到了三十四度了 戶外活動一定要記得補充水分 接著到了下午兩點鐘 山區的部分會有些零星的 在八號出現 下午在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接著到了晚上的八點鐘的時候 還是悶熱 還有水分的補充 仍然不能少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禮拜五開始 西南風要增強了 南部地區要轉雨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高氣壓的勢力 在週二的時候仍然是偏強 我們的午後震雨還是偏少 但到了禮拜三 今天的時候 高壓勢力會略減弱一些 高壓的略減弱 會使得菲律賓的 東邊的小的低壓系統 開始逐漸的往北走 進入到巴士海峽 但是他一往北之後 我們隨著高壓的減弱之下 整個季風場的水氣 開始會拉上來 而季風的西南季風的吹浮之下 這個低壓系統就沒有辦法 在這個西南季風的場內存活 他也就會到了巴士海峽 在北上之後 就強度的部分 就會逐漸的減弱 未來會隨著季風 快速的從我們東方外海 往北的方向移動 但到了禮拜五 隨著季風帶水氣進來 南高平跟台東 就相對的在這個週休假期 容易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好處是高溫降 但對於北部來說 西南風影響 乾燥的風過了林口台地 可就是高溫而炎熱了 來看看地面圖了 今晚的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我剛剛提到的小的低壓 進到了巴士海峽 之後加速往北走 因為最主要被西南季風 帶著往東海的方向移動 所以強度還會減弱 接著來看一下今天的溫度 溫度形態來說 在晚上的溫度狀況來說 已經沒有那麼舒適 今天白天從北到南都有三四度 雲層下午會增多 山區有五後陣雨 東半部地區陽光強 外島地區來說是屬於天氣晴朗 但你注意 馬祖金門可都到了三十度以上的高溫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就在於說 白天的活動防曬工作不能少 午後陣雨三區多 下午三區活動要注意